很有榮耀 很有成就感 但是現在我們剛剛討論的 這個賣越南花的歐巴桑的事情 現在新聞曝光了 他不賣啊 對啦 不是 我現在是擔心說 如果他繼續賣 很多人就想說 我如果不可以幫你找他找他 我本來給你錢是要幫你 搞不好從今以後他才猶豫起來 我是覺得這個案子 為什麼社會局難做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他現場的釋訪人員 他到現場去之後 他查不到明確而明顯的 這樣子有越戴老人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為什麼那個社會局難做 本來是叫你老人家跟我到安置的 養老院的地方 先做一些暫時安置的那種情況 他拒絕 他也沒有辦法強行他 如果說有那種明顯的 明顯的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 虐待的狀況的話 按照老人福利法 還有包括家暴法的規定的話 是可以緊急做處置的 但這次沒辦法做 從這裡看得出來就是說 還要再查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站在老人家的立場 我們輔導過 怎麼多老人家可以死的話 站在這個阿嬤她是認為說 他們對我怎麼不好 我還是自己養自己 錢還是在我手中 我是自己養自己 所以這些孫子 遵遠是他賺的 對 這些孫子你敢對我不好 我也是在縱容你們 可是我是養我自己 所以你為什麼不敢把我安置就好 你要把我安置到別的地方 我這些孫子我可以不管 但是我從此也沒有收入了 所以對阿嬤的心態上 還是要找專業去跟她做輔導 好 現在要知道說 阿嬤這樣一天 做宅店賺400多的花 超貪的 400多的 那時候在西門町有賣劍牌口香糖的阿嬤 我們那時候 就是我每次在萬年大樓底下碰到她的時候 我偶爾會買 但是我看過我目擊過就很多人會買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阿嬤她所給你的當下的感受 就會讓你真的會覺得很痛心 或者之前前一陣子不是也有阿嬤在賣那個菜 她在黃昏夜市賣那個菜 不是剩菜 賣這個沒賣完的菜 有人經過就會說 你這一把全部多少 我跟妳一次買完 他們給人家感覺 你就是會很想幫助她 但幫助她是對的 她接受你的幫助也是應該的 但是剛剛黃老師講那個重點 她賺錢她有尊嚴 但是比較擔心的是說 她賺了這些錢回去之後 是進她的口袋 還是進了三個孫子跟孫女的口袋 那也不是我們應該去管的 對 但是如果 對 那就算不該是我管的 但是如果說這個錢 如果是進他們口袋 那這是可以在道德上譴責 我們在討論這個話題 不就是要譴責這個嗎 沒有 你如果阿嬤要聽孫子 要給他你也是他自由 例如是孫子去抗鬥 你們如果跟我講法律 我當然講不過 都沒有違法 但是我們今天坐在這兒 討論的不是法律而已 還要講到的是啃老族的問題 對 其實啃老族現在還真是 不是 可是啃老族 這就是一個運打一個運哀 啃老族就是民運要被啃 以後有東西可以啃 如果沒有東西啃 你啃哪裡啊 沒有 就是你來啃 我有些時候是真的很無奈 叫他出去做事他就嗯 可是就是你就是願意讓他啃 就是縱容嘛 你如果說 就是你本身的教育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層面 就第一個當然黃毅敢玩 王老師講的沒有錯 但還有第二個就是 我當然不是意有所指 就是他這個case 但我就說有沒有可能 今天這個阿嬤 他沒有辦法離開這個 金窩銀窩不如狗窩嘛 不如自己的家好 可是如果我不這麼做 我可能就會被送走或幹嘛的 那我唯一能夠握有的籌碼 就是我繼續幫你賣 繼續賣花 我就可以 產生自己的價值 對 那這也是會比較 可以拿出來討論的地方 因為對那個老阿嬤來講 他其實他也講得很清楚啊 你想想看 女兒賺錢不多 三個孫子都不能工作 那他那個孫兒是去打零工而已啊 只是去清潔打零工 市場清潔打零工啊 那別人了 家裡都沒錢 儲州的 現在反而是我賣花可以養家 那對他來講 他反而是在家裡最被需要的人 有尊源的 對啊 是啊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讓他不再賣花了 或者是這個新聞出來 這個家子怎麼辦 其實對阿嬤來講 是這個家子怎麼辦 阿嬤現在反而頭很痛 我跟妳講是說到這個阿嬤 是這樣故意啦 就要老阿嬤 不知道怎麼辦 就只能這樣子 老子我是那個阿嬤 這個季節就我賺負責了 你祖母吃到這麼老 智力更生不費 人員格好 這麼一個人要幫我交官 接著我說娶三個孫 就是要給他們 吃虧 吃虧虧 叫給虧虧 我就是在娶地 不然你要跟我們轉 這是我們家的事 你請問答案嘛 所以我常常說 你這樣賣 你沒人要給你賣花了 不過記者是 記者是在旁邊有觀察到說 三個孫女 孫兒如果是看他賣了這個什麼 不好回來就要吃飯 說沒吃就是內袋 沒有沒有 我現在在舉例就是說 如果是我們在角色扮演 是阿嬤 是我這樣個性的人 可能就這樣出來 你懂得是 但是現在 我剛剛有在強調 記者的揭發 讓社會局勢介入 這個用個案來引起大家 比較廣泛的注意 然後也讓社府的團體 還有他們自己一個家人 已經變成是大家 盯著在看的一個新聞點 也許對他們家 會去做重新一個組合 就是說啃老的不敢再啃了 這個老的也認為說 沒有啦 真的 他也許本來就有一肚子的委屈 其實沒有人可以講 剛好社會局發現了 那個記者跟他報導出來 他樂意在規勸之下 他願意到養老院去 養老 這也是好事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看 像剛剛那個鍾伯說 他經過我經過車子賣花什麼地方 我是一定買啦 其實是不對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看在那個車子那麼多 交通危險 可是你能夠不買嗎 因為有人願意這樣子太陽曬 然後口肝 然後跟你鞠躬請你買一束花 都是不得已的 所以我常常講說 看人的同情心在於 你自己要怎麼去做法 對於個案的判斷 我們就是已經像類似這種情況 我還是主張社會局要好好介入 不過這孫子也不能只靠阿嬤 阿嬤七十六歲也對不對 我對柯老族定義是指的是說 你明明有工作能力 可是你好吃懶做 在家裡面有沒有 然後衣服在家裡面 死撐在家裡面 然後就吃老爸老爸那種 就要啃腦做 所以這種人有沒有 把他趕出去 我真的呼籲很多人 你是沒小孩 他趕得出去 廚商是趕不走的嗎 好 吳亦晃要回家呢要 不想回家啦 回來啦 回來探親 回來探親那是元旦的時候了 對不對 目前今天的 information進來的是說 他的養父母跟他很可能是在 延月2號到20號 所以就是元旦嘛 但是宰宰回家比較快 OK 宰宰已經回家了 他在年代March晚間9點播出 現在已經在 就已經播出了 好憂鬱的一張臉 這個故事很感人 他這個今年有得到最佳男主角 李李仁是得到最佳男配角 對 講的是1945年的一個故事 1945年你就知道嘛 二戰時候 對不對 所以宰宰已經回家了 無疑話是元旦才會回來 好不好 這個先跟大家講一下 你剛剛講肯老族也是啊 你跟他趕出去 他說我回家不行嗎 沒有 就我先講 我要回家啊 校船沒小孩 我才會講那種把小孩趕進去 先聽我講 先聽我講完 過去的時候有發論過 你每次都要講一下什麼 沒有經驗 沒有小孩 這個跟經驗沒有關係 之前到現在 那三個禮拜前的事 我還要教大家什麼叫做 如何善用你的工具 什麼叫工具 因為過去的時候 法院有做過 其實強制執行的動作 也就是說家裡面有孩子 死撐在家裡面 都30多 40多歲了 然後在家裡面的話 好吃懶做 最後怎麼辦 父母親跟法院那邊 要去強制執行 趕出去 趕得出去的 因為警察會協助你把他趕出去 牽絕條件事要是父母 你曾經主動賣玻璃 不要這樣 賣玻璃 我看了幾種外形 不是 那我要回家不行嗎 你把我趕出去 我不能回家嗎 那你為什麼說曾老祖趕不出去 自己的小孩 說實在的 他會成為這樣其實是 通常是跟自己以前的習慣 寵力 可能寵 那即便他打你 也是 你也能必須忍受啊 也要歡喜感玩 事實上我倒覺得說 像我自己對待小孩 其實現在小孩也在叛逆期 高中啊 你知道有時候他反嗆你或什麼 你知道我反而 我反而不敢回嘴 你不能用你在 沒有 有些時候 政論性節目的吊吊去 開玩笑 你大概沒看過這麼弱勢的爸爸 女兒嗆你 你就嗆蠻久 對嘛 所以他在那個政論節目中的兇 就是因為受到他女兒兒女的欺負 疑恨作用 有可能 也移轉作用 可是你不能兇女兒 只要兇馬英九啦 但是你知道 你說要把他趕出去嗎 不可能嘛 我們趕不走小孩 其實我有一個 我認識一個開店的一個媽媽 有一次她很痛苦跟我講 她小孩 大學畢業了不找工作 在家裡打電玩具當宰男 甚至奇怪 她不出去玩 她也不出去玩 就在家裡打電玩具 對 不交朋友 但是還會吸毒 待機就打掉了 要不要建議這錢幾億 從網路買 吸毒要很多錢 不是 她賺錢給小孩啊 給小孩去買毒 對 我覺得從現在開始 現在那個兒子還會打他 從現在開始可以改變啊 不是 你改變不了 你改變不了 有些東西從觀念可以改變 像在國外的話 18 19歲的話 父母其實就會明示暗示孩子 你是不是要到外面 現在連美國啃老鼠的越來越多 跟爸媽住在一起的越來越多 我覺得很條 關鍵要求整個 出去不容易啊 對對對 要出去不容易啊 至少可以回家吧 你要不要 我現在我要重新做 做我吧 就像 送我出去 不是說 1926 送我也可以啦 我搞不好回來了 多元成家 難道因為多這個字 就被冠上亂搞多批 社會形態變遷 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 無法照顧所有人 可以有其他可能